肉丸子香,沙拉解密,配在一起还真不错 老公总看我的烤箱眼馋,老让我用烤箱给他烤肉丝 为了让他以后轻易的满足,我买各种烤箱用具的需要 我必须得答应他,哈,再往上四处溜达,寻寻觅觅 发现了这个瑞典肉丸子,肉丸子吗?我会做 加个瑞典看看有啥新鲜的,原来就是用了西式酱汁鳞上啊 哈哈,简单,都不用烤箱,省点 瑞典肉丸子的做法步骤 一,主要准备的材料,一共做了29个两份的量 一,肉丸,牛肉馅130克,出肉馅130克 橄榄油适量,清水80毫升,面包糠100克 鸡蛋一个,酱油三大勺,盐二分之一勺 黑胡椒碎一大勺加一小勺 二,酱汁,黄油50克,双爆锅7个 碳奶油60毫升,酱油一小勺 三,双爆锅7个 四,配菜,生菜,小西红柿等随意,千倒姜适量 五,将牛肉馅和猪肉馅及鸡蛋混合 六,加盐,搅拌均匀 七,将面包汤中放入黑胡椒碎 八十毫升清水和三大勺酱油 八,搅拌均匀后放置十分钟,让面包糠充分地吸收水分 九,将搅拌均匀后的肉馅倒入面包糠 再搅拌均匀 十,双爆锅切片 十一,用手将肉馅揉成小丸子 十二,锅中到少许油五成热食 放丸子,调成中小火将丸子煎熟后成熟 十三,煎熟胜出的丸子 十四,小火将黄油融化 十五,小火将黄油融化 放入蘑菇 十六,炒软后 加酱油一小勺和淡奶油 继续让小火炒成浓稠的酱汁 淋在肉丸子上即可 十七,成盘上座 小窍门 一,在喝肉馅时 要是太干就加入一大勺橄榄油 而且用橄榄油煎丸子更下 二,黑胡椒 根据个人喜好添加 布林酱汁蘸着黑胡椒汁也很好吃 老公说这么适合必胜客的碗嘴一个味 食用的橄榄超过